当你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力会下降 精力会下降 你所能够找到高薪工作的机会也会下降 当他们没有那么多资金的时候 那么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支撑自己在老了之后的医疗水准呢 在美国养老究竟有多少种方式 亲爱的头条网友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旅居美国近20年的顾颖琼博士 很多人都听说过这句话 美国是青年的乐园 中年的战场 老年的坟场 这句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 在美国青年 你因为是社会的未来 社会的将来 你会被保护 各种便利条件 在没有很大资源压力的情况下 你会过得非常开心 而中年的战场意味着 你要为这个社会努力的创造各种经济条件 最后一句话 老年的坟场意味着 当你变老了之后 那么你没有能力 像你的中年或者说青壮年的时候 能赚那么多钱的时候 你的社会或者说经济压力会非常的大 那么我今天就想就此 来谈一下 关于在美国人养老或者说美国人养老 无论是从普通人还是有钱人 他们的养老的各种方式 那么在这里 其实我想插一句 就是说在美国的数据统计里 大部分的人有超过50%的人 可能拿不出1000美元 或者1500美元的现金救济 这个统计也是真实的 很多人就会说 那是不是会很恐怖 其实这也意味着社会保障系统的健全 也就是说你平时有的时候 并不需要有这么多金钱在身上 我们言归正题来谈一下 在美国养老究竟有多少种方式 那么通常会有这么几种经济收入的人群 或者说这几种类型 第一种当然是超级有钱人了 超级有钱人 比如像比尔盖茨 我们也听说过他们会建立自己庞大的慈善基金会 那么在这个慈善基金会里面 他们会有足够的资金来储存 可以支撑自己的医疗保健 还有未来的生活花费 那么对于其余的美国人 当他们没有那么多资金的时候 那么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支撑自己在老了之后的医疗水准呢 那么首先有几条 一个是你只要是美国人 那么在你男的67岁 未来可能会上升到70岁之后 你都会享受到国家提供的医疗 根据不同条件 你可能会需要支付一定的收入 我说是支付一定的资金 那么也就是说可能每个月 你可以要支付十几或者几十块钱 或者免费 在这个条件下 你就可以享受到国家提供的免费医保 这就解除了你在医疗治疗上的一些需求 那么还有对于一些人来说 他们说哎呀 我可能在这个岁数享受到这个免费医保 或者说享受到这些医疗了之后 那么我会不会有更多的钱 可以供我出去旅游 或者支撑一些平时别的花费呢 那么我们会做几种方式呢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 美国二三十年前 很多公司都会提供的退休金 pension这一条 我们会拿出我们的收入中的3% 5% 每年有封顶 放入我们这个税前的基金里面 这个好处就是说 这个退休基金的好处就是说 当你的收入被放进去的时候 是不收税的 在你退休年龄到了之后呢 那比如说到了67.5% 将来到了70岁之后 进去拿钱的话 那么这笔钱的话 拿出来的时候 是按照很低的税率 可以拿出来享用 那么还有一方面 当你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个体力会下降 精力会下降 你所能够找到高薪工作的机会 也在下降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可以比如说 你也可以去找另外的一种工作 比如说是国家类型的工作 联邦政府的工作 虽然开始的工资比较低 但是你也是会享受到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这个好处就是积少成多 你可能在年轻的时候赚的不多 但是你的收入会随着你的年岁的增长 而不断增加 而在你退休的时候 那么你的这个工资实际上是从整个社会的税收里面支出的 那么还有一些有趣的方式 对于一些他本身并没有掌握一些高科技技能 那么他们也想对自己老了之后67.5岁退休 或者说70岁退休之后 自己也有一定的养老保障的话 那么他们通常会有几种方式 比如说他们可以去参军 你也不一定要真的去上战场 你甚至可以在三四十岁之后变成预备疫病人 那么你也至少会在五年 十年 十五年 一定的服役期之后 那么你会享受到一定的福利待遇 其中就包括两个 一个是你会享受到每个月的基本工资收入 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享受到军事基地的这个免费医疗服务 或者说就是我们自己付的那一部分 也就是说你可能只用付五美金十美金 你只要靠近任何的美国军方医院 你都可以到这个军方医院里面享受一个长期的医疗 在美国会有很多的工会 他们也会有不同的工会保护条件 那么如果你再加入一个工会 并且交纳你工资的每次的3%或者5% 给这个工会之后再持续五年到六年之后 那么你就成为了这个工会所保护的对象 也就是说哪怕你在这个服务期满之后离开这个工会 在你的退休年龄之后 你也可以享受到这个工会给你提供的一些廉价的保险 以及每个月固定的一些支出 我们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 当你给美国工作10年纳税10年 积累了4个点之后 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到美国的基本的一些保障 也就是在你退休之后 美国会给你发一个叫Social Security 社会安全保障的一个基本工资 那么这基本工资我就大概的给大家来计算一下 你只要给美国纳税10年 每年的纳税额超过4500美金 或者说超过5000美金 这个每一年都会有变化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工资 如果你每年纳税1200美金的话 那么你基本上就可以获得一个点 然后超过4个点的话 这一年的你的纳税额度就满了 然后在你退休的那一年 实际上你能拿到的退休工资 是取决于你这一辈子里面最后这几年 交纳的最高的纳税额度 那么他们还有一种很好的退休方式 就是带上他们的储存金 到第三世界国家去生活 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 我们已经不需要交很多的地产税 以及其他的收入方面都会有所减免 也就是说你可以生活在一个暖和的地方 有一个小的公寓 然后如果你还有基本的医疗保险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里安静的度过余生 这也是非常多的 或者说非常常见的美国的一种养老方式 那么比如说你去墨西哥 很多人觉得墨西哥可能很乱 其实大部分墨西哥的地方 还是很不错资源 甚至比美国还丰富 食物比美国还便宜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人力也非常的便宜 当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 我们也会看见在泰国啊 马来西亚会有很多的白人 或者说很多来自北美的白人 美国加拿大的白人在那里 说我要在这里退休 这也是其实一种方式 因为他们只要按时 从美国的联邦政府 每15天收到一次政府的支票 假设就是1500美元吧 这1500美元就其实在泰国 或者说在第三世界国家墨西哥 就会过得非常好 我在这里其实说了很多 大家这个以前可能没有意识到的 美国人是怎么养老的问题 欢迎大家积极的点赞 积极的评论 积极的成为我的粉丝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谢谢